我把老板当成是我爸 微信连续要了一礼拜前 第七天 他说他要出国没信号了 我问他出去玩为何不带我 半小时后 我坐到了他的私人飞机上 他问我 你就这么爱 一天都离不开我 以 连续加班七天后 整个团队的人都很崩溃 中午吃饭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吐槽老板看比周八皮 只有我另提西径 我跟你们不一样 你们工作是煎熬 我工作是享受 只有工作 才能让我跟我心爱的男人 日日在一起 你们的心都在左边 只有我的心在老板里边 老板的脸是我的定心丸 老板的腰是我的加油站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有老板的地方 空气都变得好甜 我当然不是真的爱老板 我这么说 只是因为此刻老板就站在门外 连续加班七天 被老板连着否定了七个方案 别说爱他 我只想嘎了他 就在刚才 我的鱼光瞥见老板 那张令人讨厌的脸的瞬间 我突然想起 小某书上姐妹的分享 她向老板表白失败后 已经在公司里 正大光明地摸了半年的鱼 我决定亲自试一下 成功了摸鱼 不成功也能恶心老板 不过同事们 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我的土味情话 如表钱一般滔滔不绝 很快的 老板的脸上浮起可疑的红韵 姐姐哈哈 我的内心发出嚎叫 被我这个疯女人吓坏了吧 哈哈哈哈 快来放逐我呀 老板仿佛听见了我的心声 她推开门 第八版方案 我炽热的眼神望向她 脸上写满了 要跟她进一步贴贴的欲望 她被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第八版方案 由安娜来汇报 那个谁 老板只指我 紧张到忘了我的名字 你这两天辛苦了 回家休息吧 我火速地回想了一遍 我这一生最悲伤的事 还忍住没有当天笑出声来 我跨着脸如丧考笔 林总 我不辛苦 我不用回家 我 不不不 你需要回家 老板落荒而逃 同事们瞪大了眼睛 不带他们怀疑 这是我的策略 我已经对着安娜大哭 为什么 为什么 她宁愿要你也不要我 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你 我的方案才改到第八版 我还能改 你剥夺了我改方案的机会 我跺脚 发疯 扭身子 在大家反应过来之前 脚底抹油 溜了 啊 一出公司我就傻了 烈日当头 太PM热了 因为日日加班 我已经忘了白天的室外 到底有多热 我决定打个车 打车很贵 于是 回家之后 肉痛的我打开微信 理所应当的让我爸 V我100打车费 对面缓缓地打来 切 这个小气的老头 坐拥每月8000的退休金 竟然连100打车费 都舍不得给亲闺女花 我随口捉了一个要钱的理由 失恋了 想死 给不给 不给死给你看 很快的 钱到账了 我 切 非得发飙才能给钱 我 就不能无条件地宠我吗 我 你的钱早晚不是给我花 我 下次注意 教训了老头一顿之后 我美滋滋地躺在床上睡着了 第二天 我精神百倍地去上班 整个团队忙得脚打后脑勺 但老板没有给我安排工作 他甚至 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我成了被边缘化的透明人 哈哈 我心里更美了 中午让我爸为我午时 我喝奶茶 晚上别人都加班 我到点就走 又问我爸要了一百 去看电影 就这样连续一个礼拜 我爸对我有求必应 老板对我必如蛇蝎 我上班摸老板的鱼 下班蒿我爸的羊毛 过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 一直到第七天 我爸突然主动飞了我十万 他还说 他要去意大利几天 飞机上没信号 接下来有段时间 不能及时地给我转钱 让我有什么需要 就从这十万块钱里扣 我 啊啊啊 这个老头去意大利竟然不带我 我气愤至极 向他发出连珠炮的质问 我 你出国玩不带我 我 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心肝大宝贝 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正噼里啪啦地打字 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 走吧 我抬头 老板正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我茫然无措地看着他 去哪 他咬着后槽牙 看上去向下了很大决心 你不是说 我出国玩不带你 我带你 走吧 我看看老板 再看看手机 老板不知道啥时候把他的手机头像 改成了跟我爸一样的海阔天空 微信名叫 林总 好死不死 我给我爸的备注 就是林总 就敏啊 我把老板当成我爸 跟他要了一个礼拜前 更要命的是 他竟然啥也不说还给了 他是不是有病 三 半小时候 我跟老板一起坐在他的私人飞机上 我们面面相去 老板率先打破沉默 咳咳咳 你就这么喜欢我 一天都离不开我 虽然我这个人很优秀 很完美 喜欢我也是人质常情 但是 你也用不着这么喜欢我 我 其实比较喜欢矜持一点的女孩子 当然 不是说你不矜持 就不好了 我拒绝你 主要是因为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我跟我爸发过誓 我的公司一天不上市 我就一天不结婚 真不是你不好 是咱俩遇到的时机不对 老板滔滔不绝地跟我解释 他不能跟我在一起的理由 很好 这样我就不用说话了 叽叽咕咕了半天 最后他总结成词 虽然我是你必定追求不到的东西 但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 还有很多值得追求的美好 我这趟带你去意大利 就是想让你多看看这个世界 多感受感受这个世界 千万不要因为追求不到我 就丧失对这个世界的热爱 你还年轻 未来可期 虽然我不能当你的男朋友 但作为你的老板 相信我未来一定会带你起飞 带你去见识更大 更好的世界 老板殷切地看着我 好像他未来一定会带我上福布斯福好榜 不得不说 老板他还挺会画饼的嘞 以前 老板一向对我吸字如金 他最常说的是六个二字口诀 不对 不好 无效 加班 重做 再来 那个时候的他对我来说 只是一个无情的发工资机器 现在 我看看飞机上的表 他已经抛逼刀了整整二十多分钟 而我 则在他的苦口婆心中 神奇地感受到了一丝丝丝丝真诚 看来 他是真的很怕我 因为爱他不得而死掉 甚至都开始对我这个无名小卓画饼了 我有点感动 抓着老板的手表忠心 小林总 你放心吧 我已经想明白了 未来 我一定好好地珍惜自己 把对你的爱意 转化成对工作的动力 当好你成功路上的垫脚石 要是工资 能对我再涨涨就更好了 我也殷切地望着老板 就像老板擅长画饼一样 我们职业社畜 必须会吃饼 老板脸上的殷切 转为迟疑 你真想明白了 你也没必要那么快表决心 你还是个小姑娘 一时半会儿 割守不下对我的感情也很正常 我能理解 我想说 我真想明白了 但我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 老板松了一口气 我说了这么多 你肚子饿了吧 赶紧吃东西吧 他如是重负地向身后招了招手 满脸都写着 不用给我涨工资的轻松 就知道他是个口慧心不识的资本家 很快的 管家将一套宝格力下午茶摆到了桌子上 管家毕恭毕敬 这是林总林登基前特意让我准备的 林总一向不吃甜品 仓促中我只好准备了 据说是所有女孩子都喜欢的下午茶 拿不准是不是和林小姐的口味 如果您不喜欢 一定要告诉我 下次我再好好的准备 我望着红遍小某叔的下午茶套餐 暗纳着心中的狂喜 冲管家露出一个矜持的笑容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看见管家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老板只管期待地看着我 他看我的眼神 不知为何让我联想到 我爸看我家的旺财的眼神 每次我爸给旺财做了新狗饭 我爸就会这样期待地望着旺财 等旺财冲他摇尾巴 他就会心满意足地拍拍旺财的狗头说 真怪 现在我矜持地端起茶杯 又矜持地抿了一小口 再矜持地取了一只小蛋糕 矜持地放进嘴里 然后昂贵又美味的味觉在我口腔里爆炸 我情不自禁地抬头 像我爸一样 也情不自禁地拍了拍我的头 好吃就好 这些都是你的 赶紧吃吧 说完 他嘴角擒着心满意足的笑容起身 就跑去电脑前看报告了 很好 他刚转身 我就迅速地开启疯狂炫饭模式 可惜 我的肚子实在太小了 眼前这一堆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四 下午茶完事 很快地又到了饭点 老板处理完工作 又笑咪咪地坐到了我对面 他被对管家招了招手 管家心领神会 又端上来一桌真修 鱼子酱 黑松露 帕拉莫斯 红摩虾 可是 我炫不动了呀 刚刚的下午茶还没消化 我的宝格呼之欲出 可是老板无视我的宝格 继续用殷切的眼神看着我 在他的阴阴期盼之下 那句我饱了 愣是没好意思说出口 我恨我社畜的劣根性 就这样 在老板的注视下 我愣是又狂炫了一桌 老板看着我 笑容越来越满意 胃口真好 真不愧是我的员工 我越来越觉得 我治愈老板 就是旺财与我爸 他欢喜看我这个社畜 是高级食材 跟我爸欢喜 看一条狗吃肉骨头 有什么区别 是可杀不可辱 我攀岸而起 然后 在老板惊诧的眼神中 借口头疼 离开了饭桌 这次老板没有阻拦 只是叮嘱管家 把空调调高一点 不要动着我的头 我脸上笑嘻嘻 内心MMP 黑心资本家 我蒙头睡觉 看你还怎么看我笑话 这四人飞机上的毯子 还怪香 怪舒服的嘞 五 万万没想到 吃了那么多甜甜的甜品 我却做起了可怕的噩梦 我尖叫挣扎 只感觉有什么东西 将我的手脚附住 怎么都挣脱不了 在我浑身是汗 困在梦魇中 感觉即将窒息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一片光明 一只温暖的手抚上我的后背 不怕 我在 我慢慢地睁开眼 就看到了以下景象 棕色的毯子被扔在地上 而我被老板圈在怀里 他一措不措地盯着我 继续轻抚我的后背 我瞬间清醒过来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好在 老板见我醒了 很快地就放开了我 他将一条丝制手绢递到我手里 你做噩梦了 头发都湿了 我沉默地接过手绢 奶奶啊 也是香的 就在我犹豫 是否要跟老板道谢的时候 老板转身将灯光调暗 又接过我手里的手绢 直接替我擦汗 现在是半夜 汗落了你就继续睡 我不走 昏暗的灯光下 我听见不远处 有人吃笑了一声 妈妈呀 老板真以为自己是爸总哟 好让人负担 我现在说我想下飞机 还来得及吗 冲老板快速地笑了一下 我选择闭眼躺下 只要我看不到 我就不尴尬 可是 为什么闭上眼睛 仅凭听觉 我也能感受到 在这万米的高空中 我的尴尬震耳欲聋 我在心里默默地数了三百个数 老板的屁股 还没有离开我的床 有没有可能 他也睡着了 我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发现老板也正好在看我 他发现我睁眼 立刻又向我这边靠近了一点 你放心 我说了不走 就不会走 我冲他狗腿地笑笑 开始后悔表白了 重新闭上眼 只听到有人缓步向我们走来 只听管家压低声音说 林总 您去休息吧 我来守着林小姐 管家的询问貌似周到 可我怎么听出了一点八卦的味道 老板沉默几秒 用非常小的声音回复他 这姑娘之前跟我表白 对我婉拒了 所以情绪很差 既然不能给他我的爱 我就想在别的方面 能尽量地弥补他 不要让他太伤心 他做噩梦 想必也是因为我不喜欢他 所以还是我来守着他就好 你下去吧 他没醒之前 你的动作都要再轻一点 管家轻轻地说了句好的 少爷就轻手轻脚地退下了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又听到不远处有人吃笑了一声 老板一席话 令我躺如针毡 没想到 他居然以为我是如此爱他 罢了 等我醒来 想必就已经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帅哥们 俺来了 6 这次睡得很好 再度醒来 飞机正在降落 准备下飞机的时候 老板突然跟我说 我们这趟来是谈生意 一会儿会让管家先送你去酒店歇歇脚 等我忙完再去找你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跟我交代这些 我只听懂了 他去上班干活 而我不用去 太好了 完美 飞机舱门打开 居然有一堆人来热情的迎接 老板的脚刚落到意大利的土地上 他就被包围了 从那些人对老板的称呼看 他们是老板爸爸公司的员工 我说我在我公司两年了 咋还不知道我们公司有意大利的业务呢 眼瞅着机场的意大利小哥 个个好看 我心花怒放 只等老板赶紧走 我好重获自由 谁料老板跟众人一一地打了招呼后 又回身很认真的对我说 我会尽量快地处理完这边的事情 你就在酒店等我 不要乱跑 众人的目光一下聚焦到我身上 八卦的烈火熊熊燃烧 我只好露出职业笑容 装作毫不在意 您先忙 我不着急的 气 在管家的安排下 我迅速地入住了一家全球文明的高级酒店 别的不说 这家酒店里 帅哥随处可见 犹豫了一秒 我吃巨资买了一身比基尼和一副太阳镜 以最快的速度梳妆打扮后 步入泳池区 躺在躺椅上 用眼睛享受着欧洲的美好肉体盛宴 我很清楚 这是我灵厄娇因得的 我26岁的肉体 本就不该日日都被困在格子间里 我本来 就应该和世界上最可爱的男人恋爱调情 然后无情地甩掉他们 嘻嘻哈哈 结结 如此想着 我的嘴角不知不觉地就浮起笑容 然后就看到 一去一栋的衣服架子向我走来 更美好的是 这具有黑剑术的衣服架子之上 还顶着一张库斯迈克尔莫罗内的脸 靠 他对我挥手 靠 我也对他挥手 然后 他走近我 滴滴嘟嘟了一大串一巴利语 我猜 他一定是夸我好看 我笑着用英语说 谢谢 你也好看 他笑了 我的天 这是要要我的命 接下来 我们彼此说着科巴英语 连笔话带猜 我看懂他邀请我去旁边的酒吧喝一杯 这还有啥不懂的呢 喝一杯 接下来就是第二杯 然后第三杯 然后嘻嘻哈哈姐姐 我的脑子 已经快进到 我无情的把这个美好的帅哥甩掉 他痛哭流涕的样子了 就在此时 意大利帅哥很自然的搂泪下我的后腰 我的妈 麻疏疏 可是下一秒 我就被一股巨大的神秘力量给拉到了一边 老板来了 还站在了我和意大利帅哥中间 我被他挡在背后 死死的 翘起脚都看不到对面的意大利人 只听老板吉里呱啦 噼噼啪啪 跟衣服架子说了几句意大利语 衣服架子转身就走了 噢噩 我的艳遇 我的调情 说好了 玩玩就甩个剧情 木有了 等意大利人走远 老板终于转过头来看我 他的语气明显不善 甚至有些莫名其妙 我不是让你不要乱跑 我不是让你在酒店等我 我也有些生气了 质问他 你跟那个意大利男的说啥了 他语气很冷 我让他这种货色 有多远滚多远 我简直气节 不再搭理老板 一种奇怪的气流 出现在我们之间 不过很快的 老板又打破了这种气流 这次他的语气好力丢丢 虽然我拒绝了你 但你也不能自暴自弃 随便什么野猴子都搭理 这样会让我觉得 我的员工很没有品位 让我很没有面子 懂 国外风气乱 渣男多 你不要让人骗了 我在心里冷笑 要不是你 我现在已经当上渣女了 而且我其实很想提醒老板 不是你说 要带我见识更大 更好的世界吗 意大利男子 不就是更大 更好的世界的一部分 但老板看上去太激动了 为了维护他的面子 我只好保持沉默 老板显然误会了我的沉默 他叹了口气 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知道你失恋了 心情不好 你现在肯定心里怪我 既然不能给你爱情 还要限制你的自由 但是你不懂 国外跟国内不一样 治安很乱 尤其是意大利 黑手挡遍地 像你这样的漂亮小姑娘 来了这里 简直就是小羊膏进了狼圈 一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 轻则卖身 重则卖身 老板望着我 一脸恐吓 我内心地铁老人看手机 老板莫不是当我是傻子 但表面上 我依旧唯唯诺诺 恨不得抱住老板的大腿喊 他怕 老板对我的演技很满意 他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 不要怪我管得宽 我都是为你好 我既然把你带出国 就要为你的安危负责 不然回国之后 我怎么跟你父母交代 我心想 你把我交给意大利帅哥 就是对我父母最好的交代了 毕竟我家祖上 还没人睡过意大利人呢 当然 我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话不能这么说 我趁机抱住老板大哭 老板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这么好的男人 让我怎么舍得不爱你 我真的好伤心 好难过 你就说吧 我这么难过 你得给我买多少东西 才能弥补你对我内心的伤害 老板果然很上道 他僵硬地拍了拍我的背 别哭了 别哭了 明天我就带你回家 回家 那你 我PM不远万里地 跟他来意大利 帅哥都没看到几个 他这就要让我回国 我在心中暗暗地骂着 不过很快地 我就知道我错了 我真的低估了老板有钱的程度 他说的回家 爸 一路付匪着 我们到了老板口中的家 位于意大利撒丁岛上的一个大别墅 蓝天白云 水清沙白 站在别墅的落地窗前望出去 不远处的海滩清澈透明 如蓝宝石 我简直怀疑自己 进入了童话世界 老板站在我身边 问我 喜欢吗 一会吃完饭 我带你去潜水 这里的小鱼特别可爱 希望能治愈你的不开心 我望着老板 不受控制地流下激动的泪水 老板 你人真的太好了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唯一的哥 我再也不骂你周八皮了 当然 最后一句 我没有说出口 老板被我夸得不好意思 他摸摸头 我也没有那么好了 你开心就好 我真的太开心了 此生就没有这么开心过 简单地用过餐 老板便招呼我出海看鱼 我们坐着小船 开到海中央 荡漾着海风 沐浴着阳光 我像一只慵懒的大猫 摊在船上 然后老板突然扔给我一套潜水的用具 我在网上看过 潜水非常好玩 但我没有潜过 而且 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尝试新东西 本能的畏惧让我直白手 但老板却看着我 你确定真的不试试吗 这里的小鱼真的很可爱 我想带你看看 啊 许是他看我的眼神太过温柔坚定 以至于竟然化解了我内心的距异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要不就试试 他替我穿戴好设备 整个过程 我依旧内心发颤 腿肚子转筋 头脑中一直叫嚣 要不就算了吧 万一死了咋整 不值当了 但当我穿戴好设备 站在山板上 在临跳之前 准备打退堂鼓的时候 一抬头便看见 老板正冲我伸出手 拉紧我就不用害怕了 说不清那一刻 到底是什么感觉 反正当我把手伸向老板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潜水 真的没那么可怕了 我们一起跃入了海中 像两条大鱼 跃入水中的瞬间 世界陡然变得安静 似乎只能听到呼吸器的嘶嘶声 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 真的好可怕 我本能的就想挣扎 想要离开水面 但是老板却不顾我的反抗 牵着我的手 向海底前去 好可怕 好可怕 放开我 放开我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 觉得后悔死了 觉得自己这条命 今天就要交代到这里了 觉得老板果然是个猪八皮 他肯定是因为恨我喜欢他 所以千里迢迢地 把我带到意大利 只为结果了我 就在无数个阴暗的念头 涌入我脑海之中的时候 我突然感到 有人在用力地拍打我的脸 我睁开眼 是戴着潜水面罩的老板的脸 他在我面前 各种比划 咦 好多美丽的鱼 可爱的小鱼们 抬着队 蹭着我的皮肤 嗖嗖而过 美丽的珊瑚 在海底摇曳 好像打开了一个 新世界的大门 海底的美景 让我忘记了害怕 我在看鱼的时候 老板一直在看我 我总感觉 潜水面罩后面的他 一定笑了 我便也情不自禁地笑了 小鱼在我们两个面前游过 四目相对 我突然发现 我认识了两年的老板 好像突然就变帅了 一定是这里的海水滤镜太大了 以至于连他资本家的铜锈味 都洗干净了 就像背下了骨一样 我们的头慢慢地向对方靠近 很快地 我们的潜水面罩碰在了一起 我们两个如梦初醒 同时推开了对方 太可怕了 我怎么会对老板 真有了非分之想 我的内心无比崩溃 老板看上去 好像比我还崩溃 他看都不敢看我了 接下来 我们俩都无心潜水 老板很快地带着我生了水 浮出水面的那一刻 我们再次四目相对 两人都无比尴尬 老板说 哈哈今天天真蓝 我说 是啊是啊 海底鱼真多 再次四目相对 老板率先一开眼睛 那啥 累了吧 累了就回家吧 我说 哈哈是啊是啊 回家吧 这天晚上 吃晚饭的时候 老板没有出现 管家说他下午吹了海风 有点不舒服 第二天 老板还是没有出现 他让管家带我去海滩度假 但是自己 却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虽然度假度很开心 但老板的躲避 还是让我有点受伤 别说我还没亲上 就算真亲上了 为了老板的心理健康 主要是为了我的职业前途 回国之后 我还想继续回公司摸鱼 我准备找准时机 跟老板好好的解释 我真的对他没有非分知晓 那天 在海底 真的只是因为小鱼太美了 激发了我的受欲 但还没等我找到机会解释 第三天 管家告诉我要回北京了 回程路上 老板一改来时的喋喋不休 变成了一个沉默的人 他总是会偷偷地看我 我看他 他就转开视线 快下飞机的时候 我终于鼓足勇气 跟他说了我的心里话 小林总 那个您不要有压力 感谢您带我出国散心 我真的已经不喜欢您了 你可千万不要开了我呀 可能因为我抢了他的台词 老板看上去不太高兴 你也不要误会 那天在海底 我不是想亲你 我就是想亲鱼 他说完这句话 站起来就走了 不愧是老板 这个解释 简直满森 我屁颠屁颠地跟上 那就太好了 误会解开就好了 那天的鱼那么美 谁不想亲呢 我原本想拍马屁 但不知道为什么 啊 果然是喜怒难辨的资本家 我小心翼翼地 跟随老板上了他的专车 一路心惊胆战地回了公司 直到专车在公司楼底下搏下 我狗腿地给老板打开车门 开电梯门 关电梯门 再开电梯门 直到电梯在我身后闭合的那一刹那 我终于缓缓地吐出一口浊气 老板默认让我回公司上班 并没有说要开了我 太好了 我的工作保住了 我哼着小曲回到工位上 享受着来自同事们的 四面八方的主目里 我跟老板乘坐私人飞机去旅行的事件 早就已经在公司里传开了 眼下 大家肯定觉得 我是新一代妖艳见货 虽然我跟老板并没有什么 但显然这个绯闻 会让我在这个公司里的位置空前提高 想到未来 我可以在公司安心地摸鱼 我就觉得 这个绯闻暂时没有什么澄清的必要 狐假虎威什么的 爽得嘞 可是 我还没高兴多久 我的屁股还没沾上工位的椅子 一声交叉迎面传来 你就是那个 勾引金川哥哥的妖艳见货 一个巴掌 眼看就要呼在我脸上 笑话 我可不是言情小说里那种 没有长手的女主 我是手长脚长 伸手灵活的路人甲 就在我准备抓住 指指剑手的主人 顺便摔她一个大把啪的时候 一只手迅速地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以为这人是来阻止我的 精脆国骂 已经准备好喷她一脸 没想到 这人却将我拽到了她的身后 然后 我眼睁睁地看着 那一巴掌 啪的一声 打在了来人的脸上 我和打人的女人 暂且叫她打姐吧 都惊呆了 而被打的老板 非常应景地 来了一句国骂 你是不是有病 她问喉了对方 打人者的脸色血红 金川哥哥 你敢骂我 你为了这个女人骂我 他看上去气愤极了 已经语无伦次 而老板不知道 是不是被打之后气疯了 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搂住了我的肩膀 我骂你 你光天化日之下 敢动手打我的女人 再有下次 信不信我抽你 我认你很久了 我跟你说 我对你根本没有兴趣 就凭你那个傻叉哥哥 我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有精神病 就赶紧去精神病院 别到处发疯 老板一顿强力输出 打姐和围观者 全都傻了 尤其是打姐 她好像受不住这个打击 整个人后退了好几步 摇摇欲坠 要死要活的 看了老板好大一会儿 最后脚一跺 指着我说 你给我等着 然后就跑了 我觉得老板说的没错 打姐真的精神有点问题 伤害他的人是老板 他为啥要让我等着 我也很无辜的 好不好 我的内心来不及崩溃 老板已经扶住我的肩膀 将我上上下下的看了好几遍 紧张的眼神 仿佛我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 还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我小心地提醒老板 那个 我没事 但是再让你这样看下去 我可能马上就会被公司里 羡慕嫉妒恨的眼神戳死 老板心疼地望着我 他就是个疯子 你肯定吓坏了 我向你保证 不会有下一次了 你好好的回家休息吧 我让司机送你 我的天 老板人真的太好了 我欢天喜地地离开公司 路上就收到了老板发过来的微信 对不起 刚出差回来 就让你遇到这种事 都是我不好 但刚才那个沈宇晴 我跟他真的没有那层关系 你受惊了 买杯奶茶 看场电影 吃顿好的 压压惊 搜的一下 对方转账一万元 我从前真的不知道 老板他竟然是这么大方的老板 我犹豫着该不该收下转账 因为我不由自主地 开始思索一个可怕的问题 如果我总是把老板 当一个提款机 那么等哪天老板不给我转账了 我应该会不习惯的吧 不过 这么深奥的问题 我没有思索多久 因为公司八卦小群已经沸腾了 以安娜为代表的团伙 正在对我进行灵魂追问 都说个子高的男人那方面不强 所以老板到底强不强 呃 其实我比他们还想知道这一点 但为了维护老板的形象 我决定回复 是你们想象不到的强 回复完了之后 我终于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转账 这个钱如今已经不是平白无故的赠语 而成了我的劳动所得 这真是我挣得最容易的钱了 不过当天晚上 老板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我的发言 他跟我视频的时候 脸色红红的表示 虽然你说的好 但你以后还是别说了 我说 老板你相信我 我是为了维护你的声誉 他看着我脸更红了 我知道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为了我 连女孩子的声誉都不要了 你这样 让我究竟应该拿你怎么办 你相信我 我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说完 他就挂断了视频 而我 总觉得这个话哪里不对 就 第二天 魏雨晴又来了 这一次 他直接杀到我们员工餐厅 坐到我的餐桌对面 他完全没了昨日的跋扈 眼睛红红的 面皮惨白 直接拍给我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有两百万 拿了这个钱 下一秒你就离开哥哥 两百万 我开始换算 这点我多少个月的工资 熬模 熬模 听上去是个不错的买卖 就在我犹豫的是否要再提提价的时候 老板出现了 他不由分说的就将我拉走 影响我发财 为了让财神爷等我 我冲魏雨晴比划了一个一定要等我的手势 跟在老板身后 我的心在滴血 想骂而不能 憋得脸焦虑 但是 一进老板的办公室 他马上提出一个让我无法拒绝的方案 他很平静地看着我 似乎在说一件相当平常的事 我被魏雨晴搞得烦不胜烦 我知道他这趟来是要拿钱砸你 让你离开我 论钱 我还是比他多一些 不如我们将计就计 你来我的女朋友 怎么样 老板话说到这里 故意停顿了一下 等我的反应 我的反应当然就是 毫无反应 我当然要听他讲完后续 才能做出反应了 人家小姑娘花二百万让我离开他 那他不说说要花多少钱留住我 我怎么给反应了 见我不想 老板开启寻寻善诱模式 当然 你可以拿他的二百万离开我 但是 我可以出多一点 这样你拿到了更多钱不吃亏 我也有了女朋友 没有人再会来骚扰我 我们是双赢 你觉得如何 我心里乐开花 但脸上不动声色 林总 您这个建议有些突然 我需要时间考虑 小样 就是不说给我多少钱是吧 而且 当你女朋友 那我要不要和你 这些情况不说清楚 我怎能轻易的答应 仿佛是看出我的顾虑 老板马上强调 不是真的女朋友 是假的女朋友 你担心的那些事 都不会发生 你就是领工资 在有外人的时候 假装我女朋友 还不说到底多少工资是吧 我气坏了 直接问他 多少钱 老板一时间有些发愣 但很快的又反应过来 你看五百万行不行 五百万 嘻嘻哈哈 结结 刚才我的心理价位才三百万 这一下 就超出预期两百万 老公 给我转账吧 我看着老板 情不自禁的脱口而出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娇又眉 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满意 不过 为什么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他一言不发的转了账 头也不抬 就对我挥挥手 我懂 光速的转身离开 并替老板关好了门 赖走廊里确认收款后 我立刻回到餐厅 坐到魏雨晴对面 我冷着脸 魏小姐 不是所有的爱情都可以收买的 他一愣 问我 是不是钱不够 我继续冷脸 我想我说得很清楚了 魏雨晴又掏出一张卡 三百万够不够 我调整了一下情绪 魏小姐 她又掏出好几张卡 五百万 六百万 七百万 我有点不高兴 魏雨晴这人不地道 明明带了这么多卡 不早说 我装作用手机自拍涂口红 一边录下她手里的卡 一边对着手机说 魏小姐 请您尊重自己 不要再在我老公身上浪费时间 我爱阿川哥哥 爱得要死 学不会为了区区七八百万 就离开她 录完这段 我不再搭理对面的魏雨晴 直接点击了视频发送 好家伙 不笑半分钟 我的手机银行提醒我 我的卡里又多了五百万 这次 不管魏雨晴再说啥 我都不听了 我优雅的起身 走人 查账 开心 拥有一千万感觉 真是太爽了 数着银行卡里的数字 我一整天都深游天外 计划着 到底该怎么花这笔钱 也就是说 整整一下午 我什么活都没干 哦 我忘了 在公司 我已经没有什么活了 我唯一的工作 是扮演老板最爱的女人 嘻嘻哈哈 结结 可是 自从转账之后 我亲爱的老公 已经五个小时没有理我了 就连微信 都没有给我发一个 太好了 这个功 打得直 就在我以为 这快乐的一天 就要结束了的时候 同事们又开始 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我看他们嘀嘀咕咕 就让他们大声地说出来 关于老板 我知道的一定不会会言 还真有好心人 跟我说实话 他们给我看手机 我抄 老板在朋友圈 官宣了和我的恋爱 还配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 我俩都在碧蓝的水中 四目相对 寒情默默 我想起来了 这不就是我俩在潜水 可爱小鱼刷刷刷地 从我身边过 而我俩差点亲上的 那个环节 好贼的老板 居然还派人给拍了照 不过 这张照片 把我拍得好美哦 我内心标过三字经 马上给老板点了个赞 并回复 老公默默大 打错字了 不过我懒得扯回再改 就这样吧 老板的微信 很快地追来 别当真 我就是发给别人看的 这样就没有女人来纠缠我了 下次注意 不要发错别字 还有抽空 把合同签了 老板发布了一个合同 恋爱合约 会定我要在他的公司上市前 扮演他的爱人 替他挡掉狂风浪蝶 而他在首付款一千万的基础上 每年都会付我一百万 一直到合同终止 看到这个金额的时候 我的手都抖了 晚一秒签都是我对金钱的不尊重 这一刻 我只想感谢雍和公 感谢四爷 我果然没有白去排长队 年薪百万 一夜暴富 竟然如此唾手可得 早知道 我早就该去拜了 我狂热地回复他 轻轻 贴贴 扭扭 也许是感受到了我的疯狂 他没有再回复 此后几天 平安无事 老板没有找过我 我也没有找过老板 我想 这就是真正的岁月静好吧 十 谁知道 就在岁月静好的第二天 老板给我不止了一个任务 陪他去参加一个商务晚宴 我立刻振奋精神 委婉地表示 虽然我很愿意配合他的工作 但我实在是没有合适的工作服 我的前台词是 你得给我买啊 老板果然上到 他很快地回复 现在 立刻 马上就带你去买 这是工作需要 所以全部报销 你不要有顾虑 我有顾虑 我简直摩拳擦掌 到了商场 我直冲成家和乡家 毕竟 我已经做好攻略 这两家的服饰包包 卖二手最保值 搞不好热门款我 还能高价卖呢 是穿了几身后 我突然发现 我好美呀 这件衣服好衬我呀 既然都这么好看 那我私心 当然是想买贵的 于是我转身问老板 穿哪身最好看 老板的眼睛 钉在手机上 根本没看我 很随意地说 都好看 我有点生气 都好看 那不就是都好看 于是我耐着性子 跟他周旋 林总呀 您现在这样敷衍我 到头来 还是敷衍您自己呀 我是为了谁 去参加晚宴 我不好看 谁没面子 您在忙 也得为了您自己 看我一眼吗 哼 小样 我就不信忽悠不缺你 听了我的话术 老板果然又抬头看我一眼 然后迅速地说 没有敷衍 真的都好看 全部包起来 来不及分辨 他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我只知道 我的心澎湃了 比我内心更澎湃的 是销售小妹 我眼睁睁地 看着他的嘴巴里 到耳朵根 根本合不拢嘴 逛了三个小时 最后我们带着一堆裙子 一堆高跟鞋 一堆包包 以及一堆首饰上的车 坐在车里 我仔细地心算了 这些东西的价格 在得到一个 我想都不敢想的数字后 我观察了老板的脸色 就咋说呢 没有什么特殊表情 完全可以说是不悲不喜 或者叫不痛不痒 看来 这串数字 对我亲爱的老板来说 没有任何压力 嘻嘻 情不自禁 我的内心生腾起了 另外一个可爱的想法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 我轻声地感谢了老板 谢谢他对于买工作服这件事 这么大方 而我亲爱的老板 只是微微一笑 工作服吗 是老板应该给员工买的 你不要跟我客气 于是我顺着这完美的逻辑 小心翼翼地提出了 我那个可爱的想法 林总 不对 老公 今晚这么重要的场合 如果我表现好的话 是不是可以适当地发点奖金 老板用奇奇怪怪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一脚油门踩到了底 好 他当我什么都没说 那我就当他什么都没听见 专门花500块钱 搞了个晚宴庄 我才跟老板去了晚宴 对 咱就是这么的职业 进门之前 我问老板有什么注意事项 我可没来过这么正式的场合 怕万一有什么不周到 给您丢人 对 不再给他打预防针 我的意思就是 我是第一次接这种任务 万一搞砸了 不要怪我 要怪就怪他这个指定我来参与任务的始作俑者 老板一错不错的盯着我 欲言又止 最后却只是说 没啥可注意的 你跟着我就行 这里面好吃的很多 你想吃什么就吃 不用刻意社交 也不用搭理大部分人 这里面的大部分人都不值得你浪费时间 熬魔 我要的就是这些话呀 于是我对老板奉上狗腿的笑容 既然如此 那我就大方一点 原谅刚刚对我提奖金 装聋作哑的他 进门之后 果然金碧辉煌又止醉金迷 众人见了老板都迎上前来 简单的跟大家都打了招呼后 老板被几个重要伙伴叫走单聊 而我 则完美的一头扎进美食区 每一种食物都看起来很贵 到底要先吃啥呢 有了上次和老板在飞机上吃饭的经验 我已经明白 不能一上来就塞一些甜品 那些东西几块就饱了 迅速的走完两圈 我已经确定要先吃黑松露 可正当我走进黑松露的时候 一个男人挡住了我的去路 他身形高大 五官深邃 咦 不是审册是谁 这个审册被媒体称为金圈三太子之一 常年和各种女明星挂在热搜上 我想认不出都难 不过最重要的是 他是我老板的死对头 他们算是发小 家事相当 年龄也相当 难免会被舆论放在一起比较 目前来看 审册的花边新闻多 而我老板的实际更能打 我冲审册微笑着点头 想要礼貌地绕过去 可他却冲我微笑 长腿一块 就拦住了我 小姑娘 有没有人说过 你长得很像刘亦菲 我内心真是和和 旺材就长得跟沈车一模一样了 海王就是海王 瞎话张嘴就来 但这种场合 作为老板最爱的女人 脏话是断断的不能说的 于是我像个哑巴一样 礼貌微笑 继续试图绕过他 可他又顺势拦我 我说的是真的 什么真的 不知何时 老板已经出现在我身后 他的手自然而然地搭在我的肩膀上 仿佛在宣示主权 见了我老板 沈车笑得更加轻浮 搞了半天 这姑娘是林总的人 老板脸色不善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女朋友 这位是亨通实业的沈总 听了这话 沈车笑出了声 女朋友哈 我家雨晴要伤心了 很快地她把目光转向我 轻飘飘地说 我沈某人 认识林金川二十几年 你是她第一个女朋友 我可真是要好好地看看 沈车话里话外 都透着一股令人厌恶的别扭劲 不等老板再开口 我就挽起老板的胳膊 老公 人家累了 有话要跟你单独讲 就这样 我拉着老板转身就走 等我们走远了 这双眼睛 简直就是我的心理工伤 不过嘻嘻哈哈姐姐 你们猜 这天晚上发生什么 这天晚上 睡觉前 我收到了老板的一条信息 转账十万 赋言 奖金 家人们 老板太宠 就敏就敏 如果不是理智如我 恐怕真的会被老板的金钱攻略吧 十二 第二天一上班 我又收到了一大数 来自荷兰的玫瑰花 九百九十九朵 我以为是老板送的 同事们也都这么认为 太高调了 简直破坏我和同事们的团结吗 于是我给老板送文件的时候 委婉地提示他 我这个人其实不喜欢玫瑰花 我是个金牛座 最讲究实用 你要真有这个心 把花钱费给我就行 老板茫然地看着我 什么花 你想要花 难道是我误会了什么 那我的花是谁送的 我还没说话 老板仿佛想到了什么事情 他蹭了一下 从老板椅上坐起来 气势汹汹地冲到了我的宫位上 他从那层玫瑰花上撕下贺卡 看了一眼 脸色已经清了 紧接着 他就将那束玫瑰扔进了垃圾桶 然后 他不是你能招惹的女人 呃 沈车 难道这花是沈车送的 联想到沈车跟个种马似的花边新闻 我立刻觉得连我的宫位都脏了 这要传染我点什么并可杂整 我当即便拿出酒精 对着刚才放玫瑰的地方一顿猛喷 老板看着我 脸色由音转情 林厄娇 你真是 太可爱了 多喷喷 千万别让脏东西玷污了你 老板哼着歌 离开了我的宫位 很快的 我的手机上又收到了十万转账 花钱 我实在太高兴了 忍不住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小林总 从今以后你就是世界上最爱我的男人 老板沉默 我有一些后悔 急忙补救 您不要误会 我只是想表达一个员工对老板的爱 老板依旧沉默 就在我以为他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候 他说 以后想要花就跟我说 不要什么玫瑰都结 外面的坏男人太多了 我怕你上当受骗 唉 老板真是为我操碎了心 我越来越觉得 老板其实还真挂好的 这天依旧是没有加班的一天 当我准时地走出公司大楼的时候 就看见沈车开着他的不加迪 出现在我们公司楼下 他穿着个花衬衫 手捧着玫瑰花 像一只发情的公狗向我奔来 而我 立刻原地退后两米远 笑话 我可不想跟一个潜在的病毒携带着哀变 他毫不在意 将玫瑰递给我 跟林金川谈恋爱 很无聊吧 他这个人从小就无聊 我就不一样了 跟我恋爱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他甚至还冲我wink了一下 我的天啊 他的油腻隔着一米都寻到我了 我恶心的原地狂呛了一顿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吧 油腻难过敏 麻烦您今后离我原点 小心我吐你身上 沈车脸色大变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 我原地哇哇大吐 沈车急忙后退 我创他露出一个虚弱的笑 对不起 我也不想 但是你真的太油了 这一幕 刚巧被刚巧出门 要去见客户的老板和几个同事看见 他们忍不住笑出了声 沈车失了面子 夹着尾巴滚上他的不加迪 逃了 头一回见有人把不加迪开得这么猥琐的 同事们冲我竖起大拇指 你就是我们唯一的姐 金圈太子爷你也敢得罪 我催了一口 什么卵发情的公狗也敢跟我挨边 老板嘴角上扬 温柔地看着我 不用害怕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他的眼神实在太过温柔 我觉得自己的心脏漏了好几拍 这就像是要陷入爱情的前兆 赶在心脏给我进一步的提示之前 我急忙落荒而逃 一路上我都在掐大腿 让自己清醒一点 老板是我绝对不能染指的提款机 恋爱时女人贫穷 凌厄娇 你可长点心吧 第二天一天 我没敢跟老板打照面 而老板也神奇的没来打扰我 还是安娜告诉我 小林总出差了 今晚你独守空房了吧 我才知道 原来老板出差了 他竟然没有告诉我 真是一个没有天良的资本家 我没滋没味地熬到下班 破天荒地加了一会儿班 但一直到晚上八点 出差的老板还是没有回来 我百无聊赖地走出公司 发现有人跟踪我 拐弯的时候 令人把我抵到墙上 她的鼻息喷在我的脖子上 说出的话更是让人作呕 你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你拒绝我是因为没有跟我试过 你跟我试一次 我保管让你愈先愈死 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女人能够拒绝我审彻 审彻如果知道 我是一个重度的法治节目爱好者 她一定会后悔今晚的所作所为 早在我发现有人跟踪我的时候 我已经从包里掏出了防狼喷雾和电机棍 此时此刻 我左手握着防狼喷雾 喷了她一个鬼哭狼嚎 右手将电机棍对着她的下体 一个猛电 电了她一个大小便试镜 最后 我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报了警 警察同志 我好害怕 有人要强奸我 警察同志很快地来了 将我和大小便试镜的审彻 一起带回了警察局 她在警车里就开始叫嚣 说我是个老女 说我勾引她 说今天晚上是我仙人票 我审彻想要什么女人没有 我强奸她 也不看看她配不配 而我只是在警察同志面前 泪如雨下 瑟瑟发抖 她好像一个疯子 她好可怕 她的精神状态这么不稳定 她是不是嗑药了 天哪 我好怕怕 而就在我哭得梨花带雨的时候 老板来了 老板一来就将我裹在了她的怀里 她说 娇娇 对不起 我来晚了 麻烦你不要这样了 我的心脏露得更厉害了 我想挣扎出她的怀抱 可她根本不给我机会 你放心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感动我的女人 她死定了 老板太宠 好像也不好 这样 真的会让我入戏太深的 老板向警察同志 官宣了她和我的恋情 证明了我不是一个老女 我是没有钱 还是长得不够帅 阿娇放着我这么好的男人 不捞 捞她 警察同志 你们觉得这话可笑不可笑 分明是审撤这个狗东西 强奸未遂 必须严惩 绝不能轻饶 不仅如此 老板还带来了 林氏集团的顶尖律师 和知名狗仔 很快的 审撤付出了欺负我的代价 她强奸未遂的新闻上了头条 她家集团的股价大跌 我以一己之力 直接让老板 在跟死对头的战争中 赢了一个彻底 老板说 我是她的复兴 又给了我五百万 我很真诚的跟老板说 您才是我的复兴 十三 就在我被发了五百万的这个晚上 我接到了老板的微信 他问我 这些天 你是不是忘了一些什么事 我忘了啥呢 想破了脑袋 我只好小心翼翼的问他 忘了跟你说晚安 老板很快的回复 晚安要说 但是还有东西 你真的忘了 我 给点提示 足足看了五分钟 对方正在输入 老板发来提示 你最近都不喝奶茶 不买衣服 不看电影了 哦 原来是忘了让他给我V钱 我真诚的 你都给我这么多钱了 那点小钱还找你要 我感觉不大后报 对面又是一顿对方正在输入 最后发来一句话 要谈恋爱 哪怕是假的 也要主打一个真实 我有点懂了 又有点不懂 但总之 我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 V我五百 一百买小龙虾 一百买屈纹水 三百买防晒霜 对面不再正在输入 而是很快的发来了五百块钱 此后一夜无话 重新过上了摸老板的鱼 同时薅老板羊毛的日子 但我总觉得 哪里有点不对 我好像对这种日子 有点疲倦了 趁着双休日 我仔仔细细的思考了两天 老实说 有了一千多万 我已经有点飘了 这些钱 只是存银行里的利息 也完全可以满足我的日常需求 换句话说 这个工作 与我 已经可有可无 我想跟老板提离职 但我又怕 我主动的提 他会以我违约为理由 收回那些钱 毕竟 我们签了合同 毕竟 他有顶尖的律师团队 我必须 让他主动的开除我 打定主意后 我便开始做天做地 第一天 我不小心 砸坏了老板办公室 价值百万的花瓶 第二天 我让老板帮我寄快递 第三天 我让老板大早起七点半 到我家门口接我 总之呢 我希望老板能够嫌我烦 嫌我傻叉 主动的提出解约 但是老板 他真的好奇怪 他竟然没有让我赔偿 并全部按照我的要求照做了 我们公司所有人都在传 我给老板下了酱头 老板为了宠我 已经完全变成了恋爱脑 终于 在老板亲自去排队 给我买了一杯奶茶之后 安娜向我取经 姐妹啊 让老板给你花钱 这都不算啥了 但是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让老板来回一个多小时 去给你排队 买杯20块钱的奶茶的呀 实话讲 你是不是给他下了酱头 这个酱头 你告诉我好吗 我不用他喜欢我 我只是涨点工资 我能说什么 当然是苦着脸 跟安娜倾诉了我的烦恼 安娜姐姐 妹妹心里苦 妹妹已经快要抑郁了 原本 我只是加班加怕了 想辞职又舍不得工资 我看小某书上说 只要跟老板表白 让老板以为我喜欢他 就能获得心安理得的摸鱼机会 我就想 试一试吗 结果 林总他真的相信了呀 我也没想到他真的会信的呀 说到这里 我故意的停住了 给了安娜提问的气口 果然 安娜问出了问题的关键 也是我最希望他问出的问题 所以 你是骗老板的 你并不喜欢他 一点都没有吗 我果断的点头 哭唧唧 当然没有了 安娜的嘴巴张开又合上 合上又张开 但始终没有说出什么话来 大概 此事件实在诡异又荒唐 他也不知该如何评价了 但我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我完全可以预想到 跟我分开后 安娜就会让全公司 起码是老板知道我的说辞 十分钟后 老板让我一个人去办公室找他 我一进门 就看到他的脸完全是黑的 嗯 他果然已经知道了 他盯着我看了又看 手指头对着我指的右指 最后说出一句话来 林厄娇 你被开除了 这句话让我有点难过 但同时又松了一口气 这段时间的日子 像做了一场美梦 现在梦该醒了 我对着老板深深地拘了一躬 就默默地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直奔人事办公室 有这一千多万 我回到家买个大房子 再把其余的钱存起来 够我和我八卦完后半辈子了 辞职异常顺利 HR仿佛给我开了绿色通道 什么都没聊 还多赔了我一个月工资 回到家 好好地洗了个澡 收拾了行李后 我就钻被窝了 也许是这些天 内心太煎熬 一夜无梦 这一觉睡得又沉又长 可第二天 在我推着行李箱出门的时候 却发现老板站在我家门口 我一时有些惊慌 毕竟 我着急出门 脸都没洗 我低着头 问老板来找我干嘛 我说我已经不是他的员工了 昨天我们已经正式地 解除了合同关系 他再来找我 其实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 他却一口咬定 他来找我 有相当正当的理由 林厄娇 你说的没错 现在我们已经解除了劳动合同 我确实不是你的老板了 所以我要正式地追你 请你考虑 真的做我的女朋友 以前我总说 我要赶超我爸 在29岁之前 做到让我自己的公司上市 我现在明白了 为什么我不如我爸 为什么我爸 在他29岁的时候 公司就能上市 那是因为 我爸爸25岁 就认识了我妈妈 27岁就有了我 我想 我爸爸应该是因为我妈和我 才有了那么大的赚钱动力 我马上就29岁了 我希望 你能给我一个 让公司上市的机会 我有些愣了 一时之间 无法分辨 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爸爸29岁让公司上市 跟我有啥关系 也许是看出 我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他立刻又做出了 更加直白的解释 我是说 我想先和你在一起 在奋斗公司上市的事情 这个逻辑如此丝滑 我竟不能反驳 但不知何时 我原本紧握行李箱的手 已经被他握在了手里 我只感觉一阵眩晕 整个人就跌到了他的怀里 原谅我 第一次接吻 就知道了 接吻真的容易让人缺氧 在晕头晕脑之际 那天在海底的荧幕 仿佛又重现了 眼前的老板 又凭空摔了好几个度 老板炽热的眼神看着我 我早就想 我毫不示弱地 将手探进他的上衣里 摸着他的腹肌 告诉他 我也早就想 十四女主番外 我妈妈在我三岁的时候 跟他的心上人跑了 在得知他消息的时候 他已经上了社会新闻 他被他的心上人推下悬崖 试图骗保 从那之后 我就成了一个深度的 法治节目爱好者 也成了一个爱情过敏者 我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真爱 爱情 在我的世界观里 就等于不幸和死亡 几乎所有的法治节目 都标注了恋爱脑的结局 所以 当我意识到 我真的爱上林金川的那一刻 我是崩溃和恐慌的 本能让我想要逃跑 但是林金川那么有钱 看上去 他似乎并不是一个 跟他谈恋爱 就会陷入危险的男人 所以 我每天都在跑与不跑之间纠葛 直到那天 他在警察局里抱住我 他说 感动我的女人 他死定了 那一刻 我毫不犹豫的确定 他爱上我了 林金川 那么好的林金川 年轻 帅气 阳光 健康 他的人生毫无阴霾 他爱我的时候 可以一枪赤诚 毫无保留的 对我捧出他的全部 而我 何德何能拥有这一切呢 我想 我这一辈子 也不会如他爱我一般去爱他 不如 就放开他 所以 我真的逃跑了 但是 等我真的逃跑了 我又发现 我其实也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尚 失去一个美好的人 真的很痛苦 其实我不能给他百分之百的爱情 但我可以捧出百分之五十呀 只要我不说 他怎么会知道 反正 他看起来那么傻 我为什么不能自私一点 放任自己 沉浸在他毫无保留的爱中呢 所以 当林金川敲响我家的房门的时候 当他喋喋不休的跟我说着 上事和他爸那些事的时候 我意识到 这是老天爷对我最后的眷顾 这个世界对凡人来说 已经够苦的了 在苦苦的日常中 求一点男欢女爱的片刻欢愉 又有何妨呢 我不知道林金川会爱我多久 也不知道自己会爱林金川多久 但总归此时此刻 当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探索彼此身体的秘密时 我们是真的很爱对方 这天晚上 连月色都格外明亮